除了做网络短视频 2020年 王平仙还写了一本 海洋知识科普书《深海浅说》 一上架就成为畅销书 并且入选了2021年度 十大科普作品 可谓是多管其下不遗余力 将科普进行到底 我这两天在看您写的《深海浅说》 实际上也是你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来完成的一部科普的著作 因为过去大家对《深海》是没有概念的 这个其实就是我的积累 本身写的时间倒是不长 但是积累是很久 听说您写这本书《呕心沥血》 还住院了是吧 一门心思连睡觉的时候都缠在这个里头了 焦了膏以后没有多久 生病了 这个大夫讲的有道理 你是有癌症的人 你的免疫力是下降的 所以不能这么拼命 你不能忘乎所以 所以我后来懂了 大家之所以感动是像您这么高龄的科学家 每天还是骑着自行车上海班 这个在一般的人的想象当中 简直是不可思议 这个你自己或者家人 特别是您爱人 会担心您的这个安全状况吗 他晚上有点觉得我晚上回来晚了 他会着急 我骑自行车倒是李国豪的那个我们的老校长 李国豪校长 那时候他给我讲他两个运动 一个是游泳 一个骑车 游泳麻烦还要脱衣服 还要领域 洗澡 骑车的你抓起来就是 所以我一直把那个骑车当做一种 又是休闲又是省时间的办法 地质界有一位老前辈 杨尊义先生 他骑自行车骑到93 所以我还是有先礼的 刚才您说到自己实际上这个前提腺癌 这个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病 2017年吧 就是提个检查时候发现 然后呢 当时两种选择一种动手术 一种就是保守疗法 我后来就采用了保守疗法 保守疗法就吃药打针 别的事没有任何变化 当您得知自己这个生前列腺癌的时候 心理上会有波动吗 几乎没有 我知道癌这本不是闹着玩的 但是我也马上就读了一些书 我也明白前列腺癌 不是发展很快的东西 很多人是在尸体检查的时候 才发现他有过这个病 另外呢 至于就是是不发展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所以我没有那个 您这个长期服药对身体 会有比较大的副作用 有一点那种副作用 比如说我本来是蒸笼头 到了那个头上都是汗 后来呢好像更严重 病副作用都是可以容忍的范围 这也是我忘乎所以 后来以为没事了 后来就得了一个 我那本那个生还钱说写完之后 就得了叫做肝脓肿 那很危险 他们说死亡率30% 是很危险的 就是我那天呢 我晚上吃了晚饭到办公室去 那天呢我老板不让我走 说你这个脸色就不对 完了马上叫了人把我弄到医院去 医院一两三十九度五 我一个坏的习惯 以为身体不舒服的问题呢 都是属于抑制的不够的问题 所以觉得有点病算个什么 那个其实那回还真的要 真的要闹出事了 所以我那时住了38天医院 我开玩笑说 如果我才真的当院士 出到医院里去 名副其实的院士 真的院士